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,台湾保健安长赵关怀协会举办为爱呼吸活动,带领近30位呼吸病友及家属走出户外,到坛子区大木块修间农场进行披萨DIY等活动,37岁的孙红英因先天性肌肉萎缩引发脊椎侧温压迫心肺,行动不便且睡觉需佩戴呼吸器,长期一人待在家, 只有饲养的兔子未办,能够走出户外让他很开心,台湾保健安长赵关怀协会举办为爱呼吸活动,带领近30位呼吸病友及家属到坛子区大木块修间农场DIY披萨及房文业等,希望极有活动协助并有突破行动不便的限制,37岁的孙红英,16岁时因感冒肺炎,检查出罹患先天性肌肉 未缩症,因早期缺乏居家照护,曾住院10年,约10年前才返家,因行动不便,加上睡觉或身体觉虚弱时皆需佩戴呼吸器,很少有机会外出,床成为他最主要的活动空间,除了机油电脑,手机等打发时间,兔子就是他最好的玩板,他在家里养了好几只兔子, 他说,只要觉得辛苦或累时,看到兔子活蹦乱跳,就能提倦精神 孙红英十分乐观,他说,比自己辛苦的人还有很多,至少还能懂,最大的心愿就是开开心心过日子 27岁的蔡秦培及24岁的蔡雅姨姐妹,因罹患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,一岁多就相继发病不能走路,睡觉也都要带呼吸器 妈妈临省长期照料二名女儿不严苦,台湾保健安长照关怀协会特别赠送康乃心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,临眉省说,遇到了就要面对,展现为母则强的一面 蔡秦培虽行动不便,仍努力完成学业,取得领动科大财经硕士学位,目前在家从事网拍工作,希望事业能愈做愈大 蔡雅姨则还在就读访贾大学国贸研究所,她表示,希望将来能到外商公司上班 姐妹雅因行动不便,外出机会也不多,蔡秦培说,最常去的就是阿公阿摩家,希望有一天能全家到日本旅游